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 今天我们来聊太阳 故事开始前呢 我们先看一段视频 最近一位我们节目的观众 安丽给我了一个叫做太阳观察者的网站 网站上存储着从2001年6月 到今天的所有太阳的实时录像 和照片 根据这位观众的介绍 这些数据都是来源于 NASA的天文望远镜 而我们看到的这段视频 正是太阳观察者网站上显示的 一段难以解释的太阳现象 视频录制的时间是2011年的1月3日 视频中太阳的表面出现了一个 略小于地球直径的空洞 就像地球上的台风液一样 但这个空洞并没有造成台风液一样的 让周围的气体旋转的效果 而是呈现了这种不断向外释放着某些物质的效果 可能看到这里很多人会说 这就是一个太阳黑子 没啥大不了的 这个空洞区域内的温度低 周围的温度高 温差就造成了黑子 就像我们看大火一样 有些区域也是很黑暗的 太阳不过是一个正在核聚变的火球而已 我们这里不是走进科学频道 所以请大家先保留太阳黑子这个结论 跟着我看一圈以后 我们再下结论 从这一现象发现 至今已经有八年过去了 很多爱好者和科学家都在研究这一现象 至今也没有哪一个科学家敢拍着胸脯 说视频里的这个现象 用太阳黑子理论能够完美的解释 这就跟我们前面聊过很多的故事一样 面对已经曝光给大众的神秘和未知 官方声音的沉默 就意味着民间猜测的崛起 这些猜测当中 我们就要提到一位瑞士物理学家了 他叫纳西姆·哈拉姆 现年57岁 对于这个现象 他提出的理论过于劳动 有多劳动了 以至于他被主流科学界 直接从物理学家的行列当中除名了 至今网络百科上 他的头衔都还是瑞士导演 业余物理学家 他的奇葩劳动 概括起来大概就是这样的 他说太阳上的这个空洞呢 正是一个穿越星际的新门 是一个虫洞 众所周知 按照爱因斯坦的理论 要打通一个能够穿越星际的虫洞 在数学模型和理论物理上都是可行的 而唯一的难点在于实践当中 打开新门 所需的能量是恒星期的 这种能量除了利用天然的太阳以外 想要人造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想要利用太阳的恒星能量呢 人类必须先登上太阳 登上太阳 这简直是天方夜谈 所以通过虫洞 做星际旅行 暂时只停留在理论模型和科幻小说当中 这些关于虫洞的理论 在霍金的科普作品 《时间简史》当中讲得非常详细 我的物理不太明 关于高深的物理理论和数学模型 我就不瞎说了 我们接着分享故事 哈拉姆语出惊人 太阳上有虫洞 这只是上半句 很显然虫洞不会自己产生 那接下来的下半句 就一定是某个外星文明 正在利用我们的太阳能量 打开虫洞 以供他们做星际旅行 他们曾经在2011年1月份 通过这个虫洞 来到过我们的身边 好嘛 别说是科学家了 即使是一个科普作家 故事讲成这样 被主流科学界出名 也就不奇怪了 但是这还不是高潮 哈拉姆绝对是语不惊人 死不休 为了用大众更能理解的方式 来佐证他的理论 他又给大众讲了一个生动的故事 他说 2011 2012 玛雅预言 将这几个关键词联系起来以后 他认为这个虫洞 在2011年1月开启 绝对和玛雅预言有关 于是他就想从玛雅档案当中 寻找资料来支持他的提论 然后他深入墨西哥四处寻访 果然找到了一个玛雅木雕 这是2012年他讲座时候的照片 我们将他PPT当中的照片放大以后 就能看见 玛雅木雕上有这样几个部分 非常容易理解和对应 地球 太阳 飞碟 隧道 以及太阳上的三角黑斑 哈拉姆说 古代玛雅人显然是知道这一切的 这你的三角黑斑 正是万兴高等文明 利用太阳能量开启的虫洞 他们早已来过地球 并且向玛雅人讲述过 他们是如何来到地球的 来到地球又是有什么目的的 只不过后来我们把玛雅的文献全烧光了 而导致我们今天对这些详实的历史一无所知 他甚至怀疑玛雅人最终的消失 也和这些外星高等文明有关 这都还不是最劲爆的 接着哈拉姆拿出了一张更劲爆的照片 据说是来自于NASA 2012年3月12日的太阳照片 照片中太阳的黑子异常的多 在太阳表面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三角 而这个三角和玛雅木雕上的三角黑斑区对比 竟然一模一样 故事分享到这里 大家是不是都有点恍然大悟 玛雅预言中的2012世界末日已经过去了 但为什么我们的世界还没有毁灭 原来是因为2011、2012 有外星人从太阳虫洞过来 拯救了我们的世界啊 故事是这样吗 我不敢这么说 劲爆的哈拉姆也没有这么说 但爱好者却觉得这个故事简直太棒了 接着爱好者进一步拔出了很多 拉萨的太阳照片 照片中各种不明飞行物进出太阳 一时间我们的太阳似乎成了一个 供人进进出出的星际之门 这些照片显然违背了我们的常识 常识中太阳有几百万上千万度的高温 足以融化一切物体 更是生命的绝对进去 但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常识呢 因为我们实实在在的感觉到了太阳的光和热 又因为教科书上写着了 关于太阳的本质 教科书上给出的答案是这样的 第一 太阳是一个正在发生着核聚变的巨大气球 第二 太阳质量约四分之三都是氢气 四分之一是氦气 剩下的是氧 奶 铁和其他重元素 总计占到太阳质量的2%以下 第三 所有的核聚变都在太阳核心当中进行 太阳核心占太阳半径的0.25%以下 温度高达1500万摄氏度 核聚变发出的光芒 要经过17万年的碰撞 才能够到达表面 第四 根据测量太阳表面的温度 只有4000到6000度 但表面喷射出来的日面却高达几百万度 但事实上呢 以上答案当中除了第四条是时机测量的结果 前三条都是科学家的推测 也就是说太阳是一个46亿年来 一直在核聚变的巨大气球 这个答案仅仅是一个假说 很明显这个假说解释不了一些问题 比如为什么地球会周期性的经历冰河期 如果太阳一直是一个核聚变的巨大气球 那核聚变所产生的能量 怎么会有周期性的强弱变化呢 这个假说也解释不了 为什么太阳风是在不断加速的 如果能量是向外辐射的 那太阳风不应该是越来越弱吗 这个假说还解释不了 太阳为什么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球体 太阳如果是一个燃烧着的巨大气球 那不应该是一个非常不规则的形状吗 既然这个假说有这么多疑点 那为什么科学家还要将它写进我们的教科书呢 因为我们观察到太阳的光谱当中 没有氢氦氦氦等等这些元素对应的光谱 科学家认为这些元素在太阳上被消耗 而这一现象又恰好可以支持 四个氢聚变成一个氦的核聚变假说 而更恰好的是核聚变是人类目前理论水平当中 唯一可以解释 为什么太阳能够恒定燃烧47亿年的假说 教科书上之所以给出燃烧的巨大气球 这样一个答案 并非是因为实测出来太阳是一个巨大的气球 而是因为人类目前的理解范围内 太阳只可能是一个正在核聚变的巨大气球 通过以上对太阳的分析 我们总结两点 一 太阳正在散发着巨大的能量 这个能量足以开启冲动 第二 这些能量并非一定来自于太阳核心里的核聚变 也有可能来源于太阳的外层大气 太阳内部可能有一个适合生命生存的环境 所以在太阳上建立基地 再利用太阳大气中的巨大能量开启一个虫洞星门 这也绝非天方夜谈 再回到这段视频 有了以上的分析以后 我们再武断地用太阳黑子来解释视频中的现象 是不是显得就格外的苍白了 太阳究竟是什么 以人类目前的认知水平 我们真的是一无所知 因此从情感上 我愿意浪漫地去想象 宇宙不是一个黑暗生理 太阳就是一个虫洞星门 而这个星门的背后正是一个自由的星际世界 正是一场等待着人类去参与其中的太空割据 因为人类绝不是太阳系的囚徒 人类必须仰望星空 人类必将走入星辰大海 而为了星际旅行呢 我也不想化身成能量和意识 我喜欢我这具繁身肉态 如此一来了 虫洞星门 就是我这具可爱的 肉身穿越星际的唯一途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